秀林乡公所在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 举办了109年度公私立幼儿园联合体势能趣味亲子活动 秀林乡长王玫瑰、商代会主席赖俊杰 以及地方各校的校长和乡内的代表以及村长 都到场来参加这场活动 为了提升亲子之间的情谊 秀林乡公所并且在富士多功能活动中心 举办109年度公私立幼儿园联合体势能 亲子气味活动 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长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各村村长以及各校校长前往现场参与盛会 秀林乡公所不管是针对孩子的幼儿学习上的一个调整之外 我们会针对现在的整个学习的一个策略 会做一些修正跟调整 那除此之外在教育的学习之外提升 我们更希望让他们的学习环境能够打造得更好 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小朋友才能够开心的学习 举宇林乡也在积极的争取啊 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秀林乡的学习 我們的體育館 希望在未來的兩年內 通過行政程序 盡快把它辦理完成 那我們 休明箱幼兒園的 這個體制人活動 已經舉辦了好多年 都感謝所有幼兒園的老師 還有爸爸媽媽的熱情參與 讓活動變得很熱鬧 其實小朋友就是這樣子 在幼兒園的時候 就讓他們玩得開心 玩得高興 比任何都還重要的 休閒公主要設計多樣的闖光活動和遊戲 內容可以說是相當的活潑 休閒公所期盼 這次體制人區位親子競賽活動 能夠從小帶動幼兒園運動風氣 陪此修林一鄉將來各鄉 運動賽事的種子 同時也藉由區位競賽 提升親子競賽的情誼 和睦聯繫發展的平台 記得將會收看小朋友 報導